您可能想 这苏军的仗怎么打得那么神奇啊 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早在苏联对日宣战前 1945年7月下旬到8月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 就在苏军的总指挥下 组成了抗联散将小部队 空降到达东北敌战区 他们采取打前枪的办法 引诱关东军暴露火力 然后把情报报告给苏军 为此东北抗联牺牲了很多人 苏军进攻后 抗联的英雄们 一部分人为苏军进攻部队 提供指示路线和攻击目标 一部分人担任向导 还有一部分人袭击和扰乱敌人 就地发动起义等等 配合苏军的正面进攻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 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 在苏军进攻的同时 中国军民为了阻止关内日军增援关东军 彼此支援 与关内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给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 以最有力的支援 实际就是切断了日本关东军 和华北日军的这种连续 饱受关东军奴役的中国东北人民 也在苏军发起进攻的时候 勒紧裤腰带 省下粮食支援苏军 到战役发起的第五天 后背加二方面军 已与苏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一起 切断了关东军 与华北日军的联系 号称日军皇军之花的关东军 正在被苏军分割包围起来 战役第六天 即1945年8月15日 苏军正在行军的路上得知一条消息 日本天皇已经下令无条件投降 然而关东军 以没有接到停战命令为由 继续作战 到战役第七天 日本关东军已被苏联的天将神兵 风格包围 走入穷途末路 在难以逃脱的厄运面前 少数信奉五十道精神的 日本关东军官兵 抛腹自杀 在牡丹江战役中 关东军还出现了一支赶死队 这二百多名赶死队员 每个人身上都绑满炸药和手雷 疯狂地扑向苏军坦克 与苏军同归于尽 在关东军的后方机场 也有少数信奉五十道的飞行员 不愿成为俘虏 以空军特有的方式 在苏联空降部队前自杀 就在这些关东军士兵 以死来效忠天皇的当天 日本天皇特使 却匆匆来到长春 带来了天皇 让他们脚腔投降的命令 战役第八天 即8月17日 日本关东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您可能要问了 日本关东军 不是有个专门对付苏军的防御攻势 东方马其诺防线吗 为什么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呢 原来918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曾派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 到苏联接受培训 然后回到沦陷区 无数的中华儿女出生入死 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日军重要军事情报 东方马其诺早在苏军的掌握之中 因此关东军的覆灭 与中国人民多年来的顽强抗战密不可分 日本投降了 关东军就此罢休了吗 1945年8月28日 就在日本天皇宣告 向盟军投降十多天后 一个丧心病狂的阴谋 却在悄然策划中 那么这是个什么计划 请收看最后一集 桑中敲响